我現在先用一顆4000毫安時 然後2S 7.4V 的電池來充電 那上面它也沒有寫說幾吸放電幾吸充電 那如果有的話它上面寫的基本上都是放電係數 電池基本上是不會寫充電係數的 那底下這個螢幕呢 就是DP625的充電器的畫面 那我們先選Change 那我現在已經接好了 所以它會自己偵測 7.4V 2S的電池 然後這個毫安時就不用管它了 通常我也沒有去管它 通常就是讓它設定很大 那因為這個就是說它會充到這個數值為止 它就自己停了 它也不管說會不會 會不會充電池有沒有充飽它不管 它就充到這個毫安時它就停了 那我設定的電流呢 充電電流最大就是25A 那結束的電壓每Sale是4.2V 那充電模式是平衡模式 那我就直接進入 那充電器的話 目前的充電器都是算蠻聰明的 它上面會依照這個 這邊有一個19毫歐姆 這個就是電池的總內主 現在8.04呢 這個就是電池的反充電壓 也就是說現在這一顆電子的電壓 但是 當你把充電器拔掉之後 你量到的電壓絕對比這還低 因為這個是充電的 電池的反充電壓 當你充電進去的時候 它裡面有一個反充電壓會出來 這就是它的反充電壓 那這個呢就是現在目前的充電電流 還記得剛剛我是設定25A 所以呢 可是現在它卻是只有14A充 那是因為它會依據內主 跟反充電壓來計算 我實際要用多少電流來充電 內主基本上是不變的 那反充電壓會隨著電池越來越飽 它就會越來越高 那電流呢 所以呢 相對的 充電電流就會依照這個電壓越高 它的電流就會越來越低 像現在它已經14 已經跳到13.9了 它就會慢慢降低 一直降到1A以下的話呢 那個我們叫做捐流充電 捐流充電 基本上你一定要接平衡充 就是這一個 就是這個 你一定要基本上要接這個平衡充之後呢 它才會有一個捐流充電的效果 不然呢 它是不知道你每一個Sale的電流 電壓是多少 來 這邊給你看一下 這邊就是每一個 它是二Sale 表示它裡面是兩顆電池去串連的 那每一個電池呢 現在一顆4.13 一顆4.11 當它低於1A的時候 它就對這兩顆電池做分別的捐流充電 我們也有人叫它叫平衡充 也就是讓這兩顆電池的電壓一模一樣 這是我們保養電池的其中一個方法 那保養電池的另外一個方法呢 就是說 當我這顆電池不用的話呢 我會讓它放電 那放到多少為止呢 先把這個停掉 放到多少為止呢 一般現在充電器呢 都會有一個Story的一個功能 這個人叫Discharge 這個叫放電 這個叫Story 這個叫保存 那用這個功能呢 它用的功能就是 為了就是說 我要讓這個電池 我如果一段時間沒有在用的話 我不管它裡面的電壓剩多少 我讓它的電壓充電或放電到3.8V為止 反點8V是對鋁聚合電池是一個很好的保存電壓 在這個電壓之下呢 電池比較不會壞 電芯也比較不會產生一些絕緣氣體 絕緣氣體的累積 那絕緣氣體累積之後 就會造成這一顆電池慢慢的充不進去 放不出電這樣子 那這個電流呢 也跟剛剛一樣 它會自己去決定 這個毫安時也是一樣 我們最多要注意的就是這一顆 3.8V 每個Sale要3.8V 這個是鋁聚合電池 那這一個呢 就是我這一顆電池 它是2S 所以總電壓7.4V 開始之後呢 一樣有沒有 18V 這個就是反充電壓 這個就是它的放電電流 這個是它已經放的 那個容量 它就會慢慢降了 它會一直降 降到每個Sale都是3.8V的時候 它就會停止了 目前電池充電的一些基本 就這樣子 希望大家可以受用